纽约青年合唱团7月17号为中国观众献上了一台合唱节目 他们演唱的曲目丰富多彩 既有用不同语言演绎的传统歌曲 也有现代美国歌曲 他们希望以此向中国听众介绍美国的合唱音乐 青少年的歌声显然在观众中引起了共鸣 他们在热烈的掌声中反唱两次 大幕落下观众们仍不肯离去 他们的和声跟着艺术表现特别精彩 很值得我们国内的一些合唱团体 或者是喜欢爱好文艺或者是音乐的 不管是中老少年都适宜我们 它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楷模 而中国观众对纽约青年合唱团的热情 显然也感染了合唱团的团员们 我喜欢参加这个合唱团 我喜欢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不同的面孔 让大家感到愉快 音乐是一种世界语言 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 这种感觉真棒 我觉得好荣幸 纽约青年合唱团团员来自不同的经济 文化和种族背景 每年纽约和美国各地公立学校 1200多少年儿童会参与这个合唱团的活动 合唱团让孩子们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演出 同时向各国观众展示美国的多元文化 美国是各种不同文化的大熔炉 从非洲到拉美到中国和日本 美国不只有一种语言 不只有白人或者是黑人或亚洲人 它是一个大熔炉 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 美国才这么美丽 感谢观看 这个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